第一手观察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思佳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首先就先来谈 2014南京台湾民品交易会 19到22号在南京举办 这是由外贸协会领军 你也特别从上海 那么赶到南京去采访 我想请思佳来告诉我们 这一次交易会当中 台湾有哪些业者参展 那么是不是有些比较特别的 这次台湾民品展在南京举办 其实这是台湾民品展在南京的第六次举办 因为过去外贸协会在大陆各个城市 都有办过一些类似的台湾民品展 找一些台湾厂商 包含各个面向的到大陆各个城市参展 外贸协会到目前这次民品展结束为止 已经在中国大陆很多省市办过 那这也是第33场台湾民品展了 那因为南京是第一次 台湾民品展展出的地方 所以今年的规模其实也是在增加的 今年的台湾民品展大概有600家台湾企业 规模 加数很多 对已经算是非常多了 那这一次台湾民品展也规划了很多区 那包含文创产业 服饰配件 绿能科技 美容生技 观光旅游服务 富佑用品 还有老年用品 悠闲生活用品 农产食品 一些地方特色的产业 还有连锁加盟跟台湾美食区 那这次冒协规划的时候 他把富佑用品 提出来做一个特别的凸显 就是阴影大陆现在 慢慢有一些城市要放宽 他们的一台化政策 就是实行一些单独二孩 就是如果双方父母亲都是独生子女的话 他们可以生第二个孩子 那也是因为他们阴影这个政策 所以冒险这次把富佑用品区 放在一个很凸显的位置 然后也做了很多宣传 那我知道北京已经开放了 在上海已经开放单独二海的政策了吗 它是传出到年龄开放的 所以北京接下来就是上海 所以要预抢商机就对了 对对对 预期这个商机 那还有健康老年 老年专区 这也是因大陆现在越来越强的养老需求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他们规划一个专区 叫做喜事连连 以为是一些台湾的婚纱摄影 对 那他就是鼓励一些新人 因为台湾婚纱摄影在这方面 其实是服务做得蛮到位的 那服务的经验也很够 他们就希望能促成一些大陆的新人 借着这个自由行的机会到台湾拍婚纱 到台湾拍婚纱 我真的很特别 到台湾自由行拍婚纱 这非常具有创业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次也 也力推了一个台湾精品馆 里面大概容纳了74家台湾的厂商 大概100多项产品 那这里面很多大部分产品 都是在一些国际的赛事或者展会中得过奖的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 在那个红点设计展里面得过奖的 那冒险希望用这个方式去强化 台湾制造去强化MIT品质 品质良好的这个形象 那特别是在台湾 最近前一阵子的问题 柱油事件之后 我觉得冒险是很努力的在 就是借着台湾名品 在的机会去进一步的 在提升台湾的各种 除了食品之外 包括各自各样产品的 MIT的形象 的确 刚刚以这个金品展 你看优质 大陆说含金量比较高一点的 比较好的品质 我们都把它带到中国大陆去的 希望能给我一扫 这个劣质猪油事件的阴霾 但是我们就来看看 你在那边采访 停留一段时间 有看到人潮 应该还反应不错吧 对 就是说南京民品展 因为每年都办嘛 所以其实很多南京民众 它是有预期的 每年都会来 那其实因为它 随着这个我们 这个规模不断增加 其实参展人数 在参加的大陆民众人数 其实也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那这一次台湾名品品展 结束之后 外贸协会那边统计 这个四天的展期 大概有29万人次参观 那当中促成了5.3亿美元的商机 包括一般民众零售 还有的这个参展商 跟大陆的一些企业 所签订的合约 或者是合作计划 所以大陆的内区市场 应该是相当被看好的 相信我们的台商 应该更有信心 来进军大陆的市场 业者应该有这样的期待 有没有听到像这样子的声音 因为其实台湾名品展 他会去参展的企业 其实是属于台湾的 比较中小企业的 那他们会来参加这名品展 但希望就是 接着机会去打响他的品牌 然后希望进一步 在大陆市场 能够有更多的商机 其实很多这些厂商 都是跟着冒鞋 他们不只去一个城市 冒鞋可能去十个城市 他们就跟着十个城市 这样跑 所以其实这些厂商 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 其实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那这些厂商也希望 透过这么多次 在大陆各个城市名品展里面 他们当然首先希望是 提升台湾产品的形象 那就在这个形象的包装之下 也提升自己产品 在大陆的销售机会 对 其实我们谈到的产业区块 我们都有强调 产品的差异化 才能够抢夺这个市场的先机 跟着我们外贸协会的脚步 应该就可以让他们有更多拓展 商机的一个机会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有关上海自贸区 在去年9月正式挂牌 也即将满一年了 那么我们先来谈台湾 其实一个示范区 那么第一阶段先行启动 现在大概有30多家厂商进驻 目前在等待立法院 相关立法通过 会全面来开放 那么相信这个动能会比较大一点 不过上海自贸区 我们透过很多的讯息也知道 减证放权的动作 或者是很多厂商进驻 那以思嘉宁所掌握的讯息 目前在上海的厂商进驻的情况 是怎么样呢 上海自贸区相关的新闻 其实并不是很明确 那虽然他们一直不断地放出消息 但是目前为止 整个上海自贸区有多少家厂商进驻 或者公司申请 这个数据不是很明确的 那他们只说大概有上千家的企业 进驻上海自贸区 那其中台资企业 他们也没有给个明确的数字 大概就是近百家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上海自贸区 已经开始非常满意 但目前为止 相关的新闻资讯 是最近才开始一直陆续不断放出 那过去几个月 其实上海自贸区在 新闻发布这方面是比较贫乏的 那其实在舆论 媒体或者专家方面 也有一些批评 所以他整个一个 会动情况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讯息不是那么的明确 所以上海自贸区有没有同一个窗口 会把最新的一个情况 会让境外媒体得知呢 上海自贸区他在上个月的时候 开了英文版的官方网站 在前几个月的时候 他在开了一些 主要是他们的微博 还有一些他们官网会 释放出一些 比如说这个时候 开了哪一些交易平台 做了哪一些放宽的手续 但是不过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 很统一的新闻消息的发布 其实上海自贸区在这个月 开始努力加强他的新闻宣传 那上海是金融服务办 有一个主任叫郑阳 他在九月中的时候 在上海的时候 有提出这个关于上海自贸区的一些 他们所谓的成果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 在制度建设业务创新 市场平台建设跟金融机构 聚集方面都取得进展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天 大陆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他也到上海自贸区去视察了 那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想法跟期许 但是你看出在这个一周年前 其实上海自贸区的宣传力度是加重了 那他们也特别提出了上海自贸区 在五个方面的制度创新 一个是投资管理 一个是贸易监管 金融开放创新 还有事中事后的监管 跟加大自主改革方面的创新 所以至少在目前为止 我们外界看到自贸区 他释放出来的一些资讯 其实大概都是在一些企业名录的提出 企业黑名单的公布 那海关通关手续方面的简化 跟检验检疫便利 这些方面的微调或者创新 那在金融方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提出来的 主要着重在企业融资方面的放宽 那还有一些各交易平台的建立 那其实上海的讯息提出 其实是蛮松散的 而且有一点不符合大陆媒体 或者是专家方面的预期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陆媒体 已经开始有一些批评了 有些媒体觉得自贸区 它的创新方面还不够完善 那它的创新的力道 其实也有待加强 其余之间的一些配套措施 也不是很完备 那市场开放的幅度跟意愿 其实都还非常有限 那也有媒体认为 自贸区到目前为止 它的政策解读不到位 它虽然提出了一些政策 但是它没有跟企业 跟大众跟个人 深入的说明解读 那对于一些想要进入 自贸区的企业 或者是个人来说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那目前为止 一般自贸区里面的企业 也都会普遍的感觉到 很多事情 虽然上面提出政策了 但是真的要到执行面的时候 反而就很难推动 那上海工部门的一些想法 跟作为 其实都还是偏向保守的 其实到目前为止 因为当初上海自贸区 提出的时候是蛮轰动的 那那个时候 大家都知道 这个自贸区里面 虽然它是一个 自由贸易试点区 但是其中在 金融方面的自由改革 其实是最受外界 甚至是国际关注 那当初大陆政府是希望 这个自贸区这个试点区 自贸区内的金融 跟国外金融 直接的做一个试点性的连结 那其实它最终的目标 就是让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目前为止 大家在人民币国际化这方面 其实没看到什么 特别的长足的进展 也没有看到一些 比较开展性的改革措施 或者开放措施 那过去 其实大家私底下在讲 就是上海自贸区是一个 大陆政府希望力推的改革的试验区 所以里面的东西变成是 我没有负面表列的 其实你都可以做 但是现在自贸区这个成果显现出来 就算是没有负面表列的 其实自贸区这方面官方的作为 还是偏向保守 所以不太愿意去突破 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非常的期待 也希望它能够开放的大步骤 要跟国际接轨 但是显然一年下来 似乎是跟外界的期待 是有些落差 甚至我们也很意外的 就是在大陆当地媒体 还毫不客气的 来做一些批判 资讯不太透明 事实上我们台商要投资的时候 也要更加的审慎 未来在观察上海自贸区的发展 思佳你觉得有哪些可以来注意的呢 因为后来在接近一周年前 是已经有一些 对于他们开放力度不够的批评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几天 上海自贸区的一个副主任戴海波 因为失去他的上海自贸区副主任的职务 加上李克强后来又到自贸区去视察 外界猜测 这个迹象其实显示 大陆政府应在向自贸区表达一个 你们开放幅度不够 动作太慢 上面有点不满意的这个讯息 所以外界预期之后 自贸区的相关的开放 尤其是在金融这方面 可能会加快 就整个幅度也会加大 那其实台商在里面申请注册 大陆官方公布的这些政策 所以直到目前为止 它的政策是比较条列式的 然后比较细部的一些规划的 我觉得相关的法规还是必须要弄清楚 而且有些是属于他们当地特色的一些美感 我觉得这个台商必须要去注意 然后可能也要跟当地的政府 或者一些熟识的企业保持联系的 好 非常谢谢思佳带给我们这样的建议 今天非常谢谢中央社区上海记者 宅思佳针对台湾名品 如何抢攻大陆市场 还有上海的自贸区推动一年的情况 带给我们第一手的观察 非常谢谢思佳 谢谢你 谢谢